今天带着韩国我爸去我经常去的皮肤科一起变美 他终于从饭搭子进生到了医美搭子 他的苦恼是肉嘟嘟的脸以及模糊的下了线 作为专业的医美顾问 我当然知道如何用最少的钱得到最好的效果 毕竟咱也从这样变成了这样 我这次来是为了巩固一下我脸上的斑 嗨您好 下个月我们有多实际的活动 不知道您有没有身体了解一下 一直都是用韩语预约 有人用中文搭上我也是警惕了一下 中文市长给我介绍了购买11软玫瑞的券就可以满赠项目和护肤品 因为之前一直以来都是韩国市长对接着我嘛 有些问题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就是咱们一个月能划了多少中国客户啊 这个是属于商业经历 哦这样子 咱们是中韩同价吗 我们家一直是中韩同价 11块钱饭搭子白嫖了一末子 我做了好莱坞蛋班 结束后的饭搭子感觉有点神志不清 我帮你 我帮你做了 真的吗 我帮你 碗里师小姐姐给他做了镇定面膜 这次是巩固做得很轻 几乎没有什么反应 结束后我们一人拿到了一套化妆品 这麻烦搭子不需要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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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这麻烦搭子说自己不需要口罩 结果最后还是带了我的 我把手搭子不需要口罩 是的 如果不出纱的话是没有效果的 所以他这种出纱是对的 拆开康康护肤品 这个是面膜 确认美貌 不让我洗 Sang�еров 可以安静